抓住成功的关键 在本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成功人士的心法和技巧 以及如何成为人生胜利组 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从学习如何培养自律和专注 管理时间 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 设定财务目标和投资自己等多个方面入手 本节目将为您提供实用的建议和工具 祝您成为一个成功且有成就的人士 让我们一起追求更好的未来 成就更丰盛的人生和财富人生 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 和CocotionSong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 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 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 大家好 今天我想分享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书籍 《人生胜利组》 希望透过阅读此书 能够对你的人生带来更深层次的启发和改变 每个人都有追求成功和财富的愿望 然而 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为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你需要掌握一些心法 同样的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财富人士 你也需要掌握一些财富心法 今天 我将介绍成功人士的心法和财富心法 帮助你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成功人士的心法有哪些呢? 一、专注和目标 成功人士拥有清晰的目标 并且专注于实现它们 他们会制定明确的计划 并通过定期检查进度 来保持自己在正确的轨道上 成功人士知道什么对它们最重要 他们会专注于这些事情并且不分心 二、自律和自我激励 成功人士有很强的自我控制力和自我激励能力 他们能够自我激励 即使在挑战和困难的时候也能保持动力 他们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心态 并且能够克服自己的惰性和拖延症 三、时间管理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有效地管理时间 并将其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们懂得如何制定优先级别 并且会保持良好的时间规划 他们能够有效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从而避免时间上的浪费 四、持续学习和成长 成功人士始终保持学习和成长的态度 他们知道持续学习 对于他们的职业和个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成功人士通常会花时间阅读 参加研讨会 参与线上课程等等 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五、建立积极的习惯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建立积极的习惯 并且避免消极的习惯 他们会努力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效地工作习惯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积极的习惯 同时 他们会试图避免负面的习惯 例如拖延、抱怨、浪费时间等等 六、健康和运动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保持身体和心理健康 并且注重运动和养生 他们会花时间运动 获取足够的睡眠、饮食均衡等等 以保持健康 他们知道身心健康是成功的关键之一 因此会尽可能地投入时间和资源 来维护自己的健康 七、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成功人士懂得如何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并与支持自己的人在一起 他们会主动与他人交往 并建立长期的关系 例如良好的合作伙伴、有价值的朋友和家人等 成功人士通常也会参与志愿工作或社交活动 以扩大社交圈子 八、保持积极的思想 成功人士保持积极的思想 并且懂得如何处理挑战和困难 他们知道如何转变负面的思维模式 将负面的情况转化为积极的挑战和机会 成功人士能够从挑战和失败中 吸取教训并成长 而不是被困境压垮 八、创新和冒险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在创新和冒险中获得成功 并且善于探索新的领域 他们会寻找新的机会和挑战 并且愿意冒险和尝试新的事物 成功人士知道创新和冒险是成功的关键 因此会努力发掘新的领域和思维方式 十、财务管理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务 并且制定长期的财务计划 他们知道如何存钱、投资和管理风险 并且不会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的财务稳定性 成功人士会制定财务目标和计划 以确保自己能够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和稳定 财富人士的心罚有哪些呢? 一、设定财务目标 成功人士总是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包括财务方面 他们会设定明确的财务目标 并制定计划实现这些目标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财富人士 你需要设定明确的财务目标 并制定计划实现这些目标 二、建立良好的财务习惯 成功人士总是有良好的财务习惯 他们会储蓄、投资和避免浪费 他们知道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务 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有价值的项目中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财富人士 你需要建立良好的财务习惯 并避免浪费和不必要的开销 三、投资自己 成功人士知道 投资自己是最好的投资 他们会投资时间和金钱 来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以增加自己的价值 他们会参加课程、研讨会和网络会议 并读书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财富人士 你需要投资自己 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以增加自己的价值 四、学会风险管理 成功人士总是懂得如何管理风险 他们知道如何评估风险 并制定相应的计划 他们会分散风险 以减少风险对他们的影响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财富人士 你需要学会如何管理风险 以减少财务损失 五、与成功人士交往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与成功人士交往 并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们知道如何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和知识 以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财富人士 你需要与成功人士建立关系 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和知识 你是否感到自己的生活或职业 已经陷入了困境 你是否想实现自己的目标 过上成功而充实的生活 那么 你需要看看人生胜利组 学习成功人士的心法 成就自己的人生和财富人生 这本综合指南将教你成功人士的赢家策略 从设定和实现目标 到培养成功心态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你还将学习财务成功的关键原则 以及如何像专家一样管理你的财务 但这不仅仅是在一个方面实现成功 人生胜利组将向你展示 如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成功和平衡 从你的职业到你的关系和个人健康 通过实用的技巧和可行的建议 这本指南将帮助你掌控你的生活 实现你的全部潜力 不要满足于平庸 加入成功人士的行列 成为人生胜利组的一员 最后 我们来谈谈 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呢 除了上述成功人士的心法 和财富人士的心法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还需要以下技巧和策略 一 确定自己的目标 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目标 你需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并确定明确的目标 这可以帮助你专注于实现这些目标 并为此付出努力 二 制定计划 确定自己的目标后 你需要制定相应的计划 这包括确定实现目标所需的步骤 时间表和资源 制定计划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掌握实现目标的过程 并提高成功的概率 三 培养自信心 成功实现 己的目标 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心 你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并有勇气克服障碍和困难 培养自信心 可以帮助你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保持积极的态度并取得更好的成果 四 坚持不懈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你需要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 不断努力 直到达成目标 遇到挑战和困难时 你需要坚定不移的前进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五 学习从失败中学习 成功实现目标需要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会有失败和挫折 然而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从失败中学习 并从中获取经验和智慧 你需要学习如何从失败中学习 并在失败中寻找机会 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改进 六 积极思考 积极思考是成功实现目标的关键 你需要学习以积极的态度 看待自己和身边的世界 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积极思考可以帮助你保持积极的态度 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克服挑战和困难 七 找到专业指导 成功人士通常会寻求专业指导 以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你可以寻求专业指导 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师或教练 获取专业的建议和指导 帮助你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成功人士和财富人士有自己的心法 这些心法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专注于目标 培养自律 学习如何管理时间 不断学习和成长 以及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 是成功人士的关键 设定财务目标 建立良好的财务习惯 投资自己 学会风险管理和与成功人士交往 是财富人士的心法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需要确定自己的目标 制定计划 培养自信心 坚持不懈 学习从失败中学习 积极思考 以及找到专业指导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或财富人士 你需要学习和应用这些心法和技巧 并持之以恒地努力 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最后 要记住 人生的成功和财富 不仅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成就 还包括身心健康 家庭关系 社会贡献等多个方面 因此 在追求成功和财富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建立良好的家庭和社交关系 并通过回馈社会 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你掌握成功人士和财富人士的心法 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梦想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聆听 希望这次的内容能够为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认为这次分享能够帮助到更多人成长 请不要吝啬点的赞并分享给需要自我成长的朋友 同时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随时收听最新的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非常乐意聆听您的想法 并积极回应您的每一个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让更多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并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最后 祝您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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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